大哥,我整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觉 你说我就拍个丽丽拍了那个视频 我也没说啥 我也没说你花钱请演员呢 你看你搞的大动静 那么大反应 你吓死我了 怕了,我都晚上没去教 为啥没去教呢 你说我是小人称你流量 我昨天我都说了 你那流量不干净 靠欺骗粉丝换来的流量 他不干净 我让你流量干啥 对吧 你流量给我我都不会变现 我这个东西我当爱好来做的 你说我是小人 你说我也就说我了 那九哥比我都小 我都尊重他 我都管他叫九哥 你个一口一个胖子 一口一个胖子 大哥,你是我的好榜样 你这自媒体做的可好了 就包括你拍丽丽第一次见面拍丽丽那个地方 你选的地方真转业 真的 地方环境也好 逛线也好 离我家100米 100米140步 一会我到那边我去拍 我也到那边拍个视频去 对不对 你也不要多想啊 那胡志明那是24公里的直径的一个城市 是越南最大的城市 那你拍视频的地方离我很近 那也是巧合 对不对 就算是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那万一出现了 他也粉丝也不会过度解读的 对不对 哎呦我的妈也吓死我了 能不能的啥 能不能别吓唬我哥 哥 现在咱们就去重温一下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个咖啡店 6块钱一杯 2万越南顿 我去享受享受 但是我条件没有你好 你又是摄影师的 又是那个啥的 咱没有啊 我让K宝帮我找一个 但是我为啥不让K宝帮我找演员呢 就是说 因为找演员吧 要收20%到25%的拥挤 比如说这个演员 150万的话 那他要拿30万 甚至再多一点 这是行业的规则 好了 现在我们就出发 140步 一步0.75米 140步就是104米 我们现在去104米的这个地方 带上我的专业的设备 一个Fore Stand Fore Stand我们就出发 我就不数数了 铁铁门帮我数着点时间啊 140步也就几分 一分钟两分钟的问题 出门右转左转 咔就到了 这是一个居民区 一个小区 这里的环境那是相当的欧可 是吧 关键这里的咖啡最便宜 6块钱一杯 出门在外能省就省对吧 是不是啊 如果去吃饭去的话 那得多少钱花呀 对不对 因为退休金也没有多少是吧 我有点想不通啊 我蹭你流量 我蹭你流量干啥 对吧 我老婆虽然没有莉莉挣得多 不对啊 我老婆 我老婆是一个整形医生 我们在尖江省有一个小小小的美容院 我老婆给人家打了 割尿树安 一个月也差不多能挣个 两三万块钱也能挣上 跟莉莉也不差上下呀 一百四十步啊 前面拿钱要到了 马上就到了 就那里了 看到了 全程录像啊 不能那啥呀 不能断章取义啊 到了看不看到就前面那个地方 我时时刻如果九哥在这就好了 九哥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抱起你转一圈 我能抱动吗 越来越近了 咖啡店在左边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在右边 但是大哥据我所知 今年的二月份是你第一次来越南的胡志明 北约以前你去不去过我也不知道 你翻一下你的护照有出镜的记录 可以找得到的 大哥 大哥是不是这里啊 是不是啊 二月二十四号的视频 你选的位置非常的专业 那我们就在这来一段吧 大家好 我是王哥 我不是很专业 我不知道调的角度 跟你二月二十四号拍的视频的角度 一不一样 这里是三年前 这里是我跟九哥约会见面的地方 一会儿九哥来了 我抱起来了 我转 然后配上音乐 九哥你咋不来呢 九哥去玩去了 泡咪子去玩去了 要不然我抱着他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啊 好了 我现在我去咖啡店去了 因为在出门在外一定要省啊 那咖啡 那看那路边咖啡店 便宜 六块钱一杯 我一个人 两万越南 六块钱就解决了 好 出发 这个怎么拍呢 这没有人帮忙也不一定能拍出你的效果 但是基本场景是一样的啊 你们就幻想时之后 我背对着你们 然后放一个音乐 然后我就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对呀 根据我的了解 你这是今年二月份是第一次来胡志明啊 你怎么能见三年前的恋人呢 对不对 好像是你就 我不知道你去不去过北约 但是胡志明这地方我敢保证 你就来过一次 今年二月份第一次来的 你没事你翻翻你护照的出境记录 看看你三年前有没有来过越南啊 是这里不兄弟们 是不是 我转过来摄像头啊 去咖啡店了 这巷子的深处还有个咖啡店呢 我一般都不屑于到这里来喝咖啡 我就看看好不好喝 就是这家 而桌子是这个红色的桌子 对没毛病 而不就这里吗 来个咖啡 咖啡蛇 某咖啡蛇 某咖啡蛇 一杯 ok ok Yes I'm from China I take a clip Film 给我友好的打招呼 对吧 拆哪拆哪 那个咱们就说句心里话 这个人要脸 你好你好 你好 人要脸素要皮 我都快50岁了 你说我蹭你流量 你说我是小人 我真睡不着觉 但是你是我大哥呀 你说点就说点 那也不行 我也是难受 你说我这么大睡手楼 趁你流量干毛线呢 我对吧 一个这么诚实的人 要流量有用吗 给我流量 我都变现不了 对吧 我都不想给你搞点什么动静 不要中国人搞中国人 我就拍个粒粒 你看看你那反应那么大 你以为我会发你老底儿吗 我不会呀 你对吧 我基本的职业操手是有的 你对不对 不扎人饭碗 不针对任何人 我的咖啡好没好烫啊 还有咖啡 咖啡 咖啡牛顶 大哥我错了 这个咖啡也4块5 你说6块 你多说25%干啥呀 我就是这coastalcoastal的 不至于吧 你1块5 你跟粉丝们隐瞒什么玩意儿 4块5一杯啊 4块5一杯 这样老体们来了 来越南消费高不高啊 我们的感恩感恩 你好 你好 感恩 这咖啡真的不错呀 Vietnam Coffee No.1 I like 不就这里头吗 是不是兄弟们呢 大哥这样大哥啊 就是说 我 我最大的能力 和我最大的个人修养去尊重你啊 大哥 然后大哥你也别吓唬我 你看一会儿 一会儿给我发个私信的 威胁威胁我 一会儿粉丝又给我发个私信的 吓唬吓唬我 我的小心脏 我虽然年龄 年龄比你小心脏比你好一点 但是我也也害怕呀 你对不对 老婆孩子都在这边的 我也害怕呀 是不是 就是在说我对莉莉也没啥没没啥危险 那莉莉比我老婆都大 对吧 我今年我49岁 我老婆才24岁 比我小25岁 我老婆00后 那莉莉90后 她的不是我的菜 你怕啥你 你至于那么紧张吗 大哥 大哥你回顾一下 就是我自始至终 每一句话里都没有说你花钱请演员 你不要那么幼稚 自己挖坑 自己卡跳里头了 然后 拿出那个丑态 多吓人呢 至于有那么严重吗 你看你那个丑态暴露无遗 能不能稳重点 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 走的小 比我走的路都多 你能不能稳重点啊 你这 我觉得你教育我是对的 我不能去教育你啊 你是大哥 老前辈啊 60后的老大哥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 越南女孩看到了你 那就像苍蝇盯上了肉 哎呦 那喜欢的不得了 这个老辣肉真好吃啊 都想去咬一口去 咬一口出马呢 这么多话 咬一口出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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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现在真的还 có那种妖狗呢 咬一口出马呢 你现在很年纪出马呢 可是你很年纪出马呢 我现在来的48 年纪出马呢 啊 48 年纪出马呢 年纪出马呢 嗯 年纪出马呢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是很友好的 friend china vietnam friend friendly 讲到哪块了 不说了 没有输赢 做好自己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中国人不坑中国人 中国人不搞中国人 中国人 好了那就 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 但是 我觉得说多了 多说无意 做一个 我不想说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因为正能量 已经被你们解读到很远很远 解读到偏远山区了 解读到了 大凉山了 很遥远了 一个纯洁的地方被你们 电污了 好至为之吧 点点 点点 最好 真的 我喝的最好喝的咖啡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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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OK 点个关注兄弟们 点个关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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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长长的赞 啊 拍摄 对